2023花蓮年霍大街展秀活動 在1月14日到1月19日的下午5點到10點 有6天的時間 在花蓮日出香瀉大道成功街 還有重慶路開賣 花蓮縣政府特別打造了 四大裝置、藝術及滿額好禮四重送的活動 串連了東大門夜市、中華商圈 整合夜市、黃金三角 期盼可以共創好運星期下 縣長徐甄惠表示 花蓮年霍大街舉辦多年 已有眾多中時的鄉親 期盼展秀活動能夠再次開跑 也是許多人心中採買年貨 辦首禮的首選集散地 虎池勝遂、兔藥新城 今年更是添加歷年年霍大街 不同的亮點特色 讓年年到此打卡的鄉親 也能夠有新的體驗 買足春節必需要的必需品 在年霍大街上除了展示 我們花蓮縣各農會 在一年來對於農友的產品的 開發以及包裝 行銷給我們的鄉親以外 對於我們來推薦全國各地的好東西 來到年霍大街 來讓我們的鄉親 品味更有年味 而且全國最不一樣的年霍大街在花蓮 年年我們當然就有非常多的抽獎 以及好禮來享受 就是希望大家透過年霍大街一次構築 而且在那裡也可以品嘗 也可以細細的走走 看看花蓮不斷不斷的再轉變 再轉變 在這裡我要謝謝所有的農會 總幹事以及所有農友們 努力的心情 讓我們的產品能夠 這個月向國際 2023花蓮年霍大街加碼升級 好禮四重送活動促銷 民眾凡是到了會場 攤位消費滿250元 即可獲得摸彩券以及好禮 以及好運收集遊戲券各一張 每日更是抽出4K一金電視 立宣飯店年菜 等等萬元好禮 相送民眾 讓鄉親在過年能夠過個好年 花蓮年過大街 紅土大餐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